好这个教育部呢 从109年开始鼓励各县市的家庭教育中心 结合当地的企业员工社团规划亲职教育 那么31号的下午呢 花莲港务分公司邀请了花莲县的家庭教育中心 举办港务的家庭日 那么希望趁着暑假的尾声 让员工邀请家人 孩子走进公司来体验职场 也把握亲子共学的时光 教育部自109年起提倡友善家庭企业 鼓励各县市家庭教育中心 结合当地企业员工社团等规划家庭教育 31日下午 花莲港务分公司邀请花莲县家庭教育中心 举办花莲港港务家庭日 希望趁着开学前暑假尾声 让员工带着家人体验职场 把握亲子共学的时光 尤其我们在港口 我们是希望在整个港口 希望这些小朋友透过这整个的一些活动的话 也让他知道 像我们底下也有博物馆 那甚至于说他尤其是在港口的话 有时候或许他带到港口来 他有能够了解原来父母亲在港口工作 那这个地方跟我们的未来的海洋交易 海洋文化 或者是一些他妈妈父母亲的工作的内容 性质是怎样 我想无非是透过一连串的活动 让小孩子大家参与 现在疫情比较舒缓的时候 我们就沿到今天来办 那最主要是说也配合整个教育部 有一个友善的一个 友善的教育企业联盟的一个部分下来 那我们是结合了县政府 还有我们一些的一些志工团队的一个部分 家庭教育中心的部分来办理的 这一次的一个活动 那我想最主要还是要让这一些的这个 尤其我们有一些同仁 还有一些让他知道他的小孩知道他的父母亲在他的职场上的工作的部分 那大家能够像这个工作跟活动的话 这个地方他也能够了解整个企业也让小朋友能够知道他父母亲在这个地方来工作的一个部分 那我们很高兴这一次能够跟港务局合作 他们主动跟我们联系 然后办理港务家庭日 那在里面呢我们安排了 挨家515的活动宣导 还有就是亲子律动 然后接下来还有就是亲子汇本导读 希望能够透过这样子的阅读活动 增进亲子在家庭共学的功能 那另外呢我们也很希望说 有更多的企业能够响应这样子的活动 一起加入我们的行列 为员工打造适合他们的客制化的这种独一无二的家庭教育活动 那另外呢最后也稍微介绍一下我们家庭教育中心 家庭教育中心不定期会举办很多的亲子教育活动 还有就是婚姻课程 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到脸书去搜寻花莲县家庭教育中心 花莲港务丰公司总经理王派峰也表示 原本家庭日预计在六月举办 因为疫情影响而延期 并鼓励员工先放下工作 趁着开学前一天把握亲子相处的时间 花莲家庭教育中心也安排亲子舞蹈 亲子绘本说故事或爱家五一舞 舞蹈学习互动小秘诀 期盼更多企业能够加入友善家庭行列 提供员工家庭教育知能与服务 协助员工平衡工作与家庭的生活 接着讲邦彦华联士报导 接着讲邦彦